2021太平洋左岸艺术季玉里一起玩将带来九档街头演出 还有一档的儿童剧 用最亲民的方式要把艺术带到民众的生活当中 华丽县文化局委托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 在玉里镇办理太平洋左岸艺术季的活动 由于去年活动民众反应热络 今年更在9月4号玉里镇民权街停车场封街举办玉里一起玩的活动 县长徐振卫也来到现场感受艺术的美丽 我们在今年的重点就是希望让艺术文化能够下乡 能够到乡间到部落到农村 所以我要谢谢文化局吴建议局长的安排 让我们今年第一场在疫情过后的艺术街头演出 就在玉里动起来 华丽县文化局表示活动将邀请三组世界级的艺术表演 有溜溜球扯铃团体苦剧团 以及零471特技肢体剧场 最后还有去年在玉里镇震撼全场 博得满堂彩的Coming True即将成真活舞团 在这里今天晚上明天下午都有演出 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 花莲的第一场艺术活动从玉里开始 真的好开心 徐政卫说玉里一起玩活动配合2021年花莲儿童艺术节 邀请民众前来感受多元的艺术养分 享受高级品质表演艺术作品的惊喜跟感动 记者高雄雄玉里震撼报道